贵州最富盛名的景点,除了世人熟知的黄果树瀑布,其实还有神秘的屯堡古镇,屯堡的故事开始于明朝朱元璋时期,为了抵抗边境势力,朱元璋拆使二十万汉族百姓一路迁徙到贵州,浩浩荡荡的百姓在这片尚未开垦之地扎根下来,繁衍后代,逐渐将这里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小城,直到如今,屯堡古镇依然保持着明朝遗风, 这里的人穿古服,说方言,在受到强烈文化入侵的今天,依然宛如世外桃源,那么屯堡古镇发展至今日,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?如今的屯堡又有着怎样的风俗呢? 今天的贵州并不算偏僻的边境,但早在古时候,因为地势险峻,山路复杂,云贵地区一直是内陆的边疆地带,只要能够守住贵州,蛮夷就能得到控制,可谓兵家必争之地, 安顺,位于贵州的一个古老城市,地势险要,处于边境中的中枢地带,是皇帝想要集中中央势力最紧切的地方, 俗话说,一山傍水,安顺不仅山多路险,更是被北盘江和乌江两条水流穿行而过,乌江和北盘江分别与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,透过错综复杂的河网,打通了与外界连接的水路, 虽然云贵地区内部险阻,但水液发达,船只运载着货物,可以与其他地区通商交流,这也就铸就了安顺独特的中枢位置,皇帝如此看重安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, 还是因为它是军事通道的喉咙,中国版图辽阔,南北之间差异极大,云贵地区位于中间,连接着南北方的要道,收复失地,对外扩张,绕不开安顺,所谓粮草先行。 军队的补给,也常常要靠安顺的山道才能传输,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,安顺都有着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重要性,除此之外,安顺更是不少文化交汇,发任的地方,有一个成语叫夜郎自大,夜郎实则是一个小国, 这个国家虽然国土并不辽阔,或者说用一个小族来形容更恰当,但它却有着一段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,古时候的夜郎就已经颇为发达,道路平整,街道上处处都是青马高强,人们在其中能够安居乐业,所谓小富即安。 更何况,夜郎有着极为繁荣的商业,夜郎的商人开放且勤劳,为了过上富裕生活,他们开拓了无数的生意路径,在一边经商的同时,一边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各个地区,与夜郎国关系密切的安顺,就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冲击。 两地的人们会流行相似的服饰,夜郎的开放,丰富了安顺人民的审美,在互通有无的过程中,方言和饮食习惯都得到了交融,在夜郎国的影响下。 安顺的文化和风俗更加的丰富和多样,可以说,安顺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一个旅游圣地,在几百年前就有了积累,而位于其中的屯堡古镇,是说到安顺是不开的一个地方, 他从明朝初期就已经形成,替诸是一族守住江山,可谓劳苦功高,那么屯堡的来历究竟是如何呢? 公元1368年8月,朱元璋率领大军近战大都,一举推翻了大元帝国蒙古人98年的统治,随之大明王朝建立,朱元璋成了明太祖,1381年,也就是明洪54年,朱元璋做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吊北征南。 当时大明王朝基本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土地,然而云南还有残余势力在顽强抵抗,尤其被封为梁王的元元朝藩王,把扎斯瓦尔,一直图谋与贵州当地吐司势力一起举兵反叛,试图挑战大明政权的底线,于是朱元璋决定开战对其镇压, 他迅速调派了正在北方作战的傅友德、穆英等南下,会合蓝宇军队,总共3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军云贵地区。 第二年,当云贵的叛贼基本消灭干净时,穆英向朱元璋上奏,为了防止元朝残余势力,再次卷土重来,需要在贵州常驻军队,于是朱元璋便采纳了穆英的建议, 遂下令将20万部队涌驻在贵州,并且军队为了让将士们安心,还规定可以带家眷一起驻扎,然而云贵处于偏僻地带,有山高路险。 用什么办法能供养这20万大军,成了朱元璋必须考虑的问题,最终,明太祖想出了一个绝佳的方案,那就是军屯。 让军事三分操备,七分耕种实现自己自足,由此形成了明朝西南屯田中最早的一种形式,此后,西南边陲逐渐得到有效治理开发,屯军为了对当地加强防护,有大规模组织修建为所城池,并在周边设立屯堡,而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唐宋覆辙,也将云贵地区彻底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中,要指导,如果想发展一个地区, 就要让该地区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活泛起来,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的存在,于是朱元璋又实行了调北田南政策,让江淮、湖广、四川等的汉民入前,进行商囤、民囤。 从此,这些移民就过上了巴山一水一分田的定居生活,随着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来到贵州,他们也从家乡带来了文化,而汉文化随之与安顺本土文化相互交融后,又经过六百余年的发酵,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安顺屯堡文化。 当然,屯堡文化作为一部鲜活的历史教材,不仅仅只属于屯堡人,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,因此,国人也要注重保护好这份文化遗产。 那么六百年过去了,如今的屯堡人生活怎么样了呢? 可以说,经历数百年的洗礼,尽管当年的军屯已逐渐消失,但屯均后裔如同一支跨越时空的队伍,以顽强的生命力向世人展现着从明朝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,无论是从语言、古曲、习俗来看,还是从服饰、戏剧、建筑而言。 明朝一风都成了贵州屯堡人和屯堡文化的鲜活缩影,如今安顺屯堡女子从头到脚的装饰,估计也是当初争南时期汉族迁移者凤阳装的唯一继承者,只见屯堡女性通常装束都是宽衣大袖、大衣袍,而且领口、袖口,前进边缘,街巷有流秀花纹。 不过这些镶边与整件衣服相得一张,并且颜色各异,视觉效果看上去很美。 此外,臀铺女子在田间劳作时会习惯性系一块长方形的围腰布,而且也装饰有不同布料的镶边。 据说这是当地女性对先民所创衣服样式的纪念,臀铺女子还非常喜欢佩戴首饰。 这个习俗也从明代保留至今,如今看到的现代臀铺女性几乎都佩戴戒指、耳环、手镯或者其他事物,臀铺女子还喜欢绣鞋垫,通常会在鞋垫上绣一些花卉等漂亮的图案,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愿望。 此外,单钩凤头鞋也是与长袍,围腰相匹配的臀铺女性毒品,如今臀铺人的居所依然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。 村寨内部的巷子,尽管纵横交错,但直通寨中的街道,处处彰显了防御体系牢不可破,尤其在靠巷子的墙体还留着小窗户,既可以用来采光,又可以当成瞭望所。 尤其那一排排低矮的石门,简直有一种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的架势,无不体现出明王朝所需的屯军被武的思想。 如果现在去安顺旅游,就会看在囤铺村寨中到处有现存的古城墙、古建楼、古巷道等深入其中,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,可与大明王朝进行对话。 可以说,囤铺民居独树一帜,其建筑细节丰富而严谨,无不说明囤铺人对囤铺文化的尊重与传承,从囤铺人的众多习俗来看,当地居民依旧沿袭着明代习俗而来,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戏剧活化时的囤铺地系。 囤铺人的饮食习惯深深烙印着郡旅生活的印记,他们以粗糙的杂粮和一携带的大米高八为主食,这些食物不仅耐储存,更体现了他们在艰苦环境下坚韧不拔的生存精神。 囤铺人独特之处在于其文化传承的稳定性,尽管多民族长期共同生活,血脉文化交融是常态,但囤铺人似乎打破了这一规律,坚守着古老的习俗和传统,这一现象确实令人好奇,囤田之下的宗族凝聚力强。 为了保持血脉的纯净,他们更倾向于在囤铺内部或囤宝之间进行通婚,以此维护家族的延续和团结,他们源自富饶之乡,自带一种傲气,与当时被视为落后,近乎野蛮的当地人相比。 这种自信尤为明显,囤铺妇女的日常打扮多是穿一种袖子窄小,但一摆宽阔的服饰,这种服饰被称为凤阳汉装,这也是在庆典或祭祀等隆重的时候,几乎所有人都会穿的服装。 可以说,囤铺如今的面貌,皆离不开明朝第一批移民的铸造,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这里繁衍生息,也一并让明朝文化在现今时代仍然生根发芽。